看一下他這個檔案打開之後 基本上我們之前這個觀念大概知道 上面會有一個公式 實際上我們就是解決什麼 解決這個啦 當然你這個是有點複習之前的 然後有個清楚嘛 另外就是說我們在Visual Basic裡面 會做了一個錶單 所以你在這個錶單 這個是我之前做的 HOME這個錶單 那裡面怎麼做 請你回 就是再把前面東西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啟動起來 啟動起來之後 特別重要啟動是點一下錶單 然後再按上面的啟動 它就啟動起來 那啟動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資料一個一個填上去 性別部分的話 這邊可以下拉 按確定之後資料就填上去了 那另外就是這個標準體重有沒有 這個標準體重呢 是用那個函數裡面 產生之後再幫你丟過來 丟到這邊來 好 那假如說呢 我們可能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這邊好像少了一個按鈕 在你的那個 ESEL裡面 如果你要把錶單啟動起來的話 其實這邊需要一個啟動錶單好了 那做法 我們大概簡單複習一下 就是第一個 你記得啟動錶單 一定要在模組裡面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什麼 插入一個什麼呢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就叫做啟動錶單 啟動錶單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錶單 給啟動起來之後的話 那你先建一個程序 再新增一個按鈕 所以啟動錶單 那名稱的話就是把這個錶 錶單名稱叫HOME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HOME 電 秀 OK 這樣就OK了 好 那再來有一個程序之後 你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那按鈕現在還沒做 所以你就在這邊有沒有 插入一個錶單控制項 假如我希望把它啟動起來的話 那這邊可以 再找到那個啟動錶單 那把名稱稍微改一下好了 複製一下 好 那名稱這個地方 貼上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少打四個字 OK 按下它有沒有啟動 就啟動起來 這個是最簡單的 也就是你錶單做完之後 將來呢 要給其他的使用者使用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當以色誘一啟動的時候 那錶單就啟動了 我也不用等說 那個還要讓使用者按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使用者 找明明按鈕這麼大一個 他還找不到 就找他 他會一直問你說 到底那個錶單怎麼交出來 所以呢 你省個麻煩 那要如何 當以色誘啟動的時候 順便把錶單叫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是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list workbook 就是這個工作簿 實際上這個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excel 點兩下 他會把它當物件來看 當這個物件怎麼樣 這個物件就是workbook 物件呢被怎麼樣 被open 裡面有很多事件 那因為VBA是屬於 事件驅動的程式設計 所以是當什麼事件發生 哪一個物件 有點像主詞 主詞就是workbook 動詞就是open 然後呢 要做什麼事情 then 你要去 觸發了對不對 then 去做什麼呢 程序 什麼程序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程序 sub就一個程序 副程式裡面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把那個home home就是表單 點什麼的 點show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會 所以你將來把它關掉 重新開 那這個表單就會隨著 你是有被開起來的 ok 那當然其他還有啦 所以這邊的話 有很多事件 有沒有 也就是說當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open 然後還有什麼其他的話 close也可以啦 before close 在關掉之前做什麼 或者是你 如果想要什麼跳出說 你關掉之前 你確定要關閉之類的 你也可以什麼 在this book裡面的那個 before close 做什麼 print 比如說你要警告他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在任何事件裡面 試試看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啟動表單的 兩種方法 那最後 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 也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我做了這些東西以後 那以後是不是說 只要使用者一進到開發人員的 visual basic裡面 那他不就可以看到我的程式 就是怎麼撰寫了嗎 對不對 那不就是通通都被看到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它保護起來的話 欸 怎麼做 也很重要嘛 這就是你的智慧財產嘛 所以以後你做完這些設計之後 如果你是個人做的 你自己做的 你就可以怎樣 按右鍵 記得在哪邊按右鍵呢 在 這個上方 就是 VBA project 就是後面一定是這個檔案的名稱 上面要按右鍵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叫VBA project屬性 也就是說這個屬性裡面呢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其實就可以把它保護起來 按右鍵屬性 保護裡面的話 記得喔 把這個打勾 並且設定密碼 按個確定 就完成保護 也就是下一次喔 你把它存檔 關閉 下一次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它就保護住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密碼也只有你知道 所以如果你密碼有忘記的話 那就沒有人會知道了 也就沒有人可以打得開了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是忘記密碼 問我怎麼辦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這是你設定的 我也不知道密碼 如果我知道密碼的話 那不是所有的東西 別人設計的東西 我也可以看到 所以 記得就是說 再把這個密碼給加上去 好 這樣的話呢 你把它存檔 之後呢 就可以關掉 再重新開 你會發現喔 這邊記得喔 按確定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密碼 1234 OK 確定喔 這樣比較好記 然後直接存檔 把它關閉起來 假設我今天這個檔案喔 我看一下我把它存在哪裡 另存新檔一下 那這個檔的話 我是把它下載區 按儲存好了 假設也跟你們一樣 OK 好 那如果把它關起來之後 我再來就是 也是一樣到那個下載區裡面 再把它打開的話 好 或者是說我乾脆直接開 E-Sale好了 重新開 E-Sale裡面這邊也可以開了 就不用 那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 它表單應該會自動叫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在到Visual Basic裡面看的話 它應該就會怎樣 保護住了 就不會讓你 就是直接可以看到裡面到底寫什麼 大概會有這兩個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資料庫的建立 跟如何把資料轉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OK 你有沒有發現第一個 欸 叫出來對不對 所以它在 Operbook裡面 就會自動 open的時候打開它 再來第二個開發人員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它底下空白了 那當你按加號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跳出密碼了 OK 這個時候呢 你就輸入密碼 那如果你隨便輸入 它一定會出現密碼不正確 不知道的人 OK 那如果知道的人 按確定 打開了 那你的東西 通通都在這邊了 OK 剛剛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這樣而已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吃 医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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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ى